大家好我是陳老師 歡迎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節目 今天是我們的疫情週報專題 首先我們先看到馬來西亞 為什麼要先看到馬來西亞 因為上週老師的週報預測 針對馬來西亞這裡 預測這週應該降到3000左右 天花板應該會在7000例左右 但是剛剛有朋友跟老師講 今天的確診病例已經走到7289例 有身處在馬來西亞的朋友就很擔心 這個數字會不會突破天花板之後 馬來西亞會飆得更高的病例呢 這裡老師要說明一下 一般的疫情會很靠近天花板的時候 都是因為有事件產生 例如上週台灣的疫情 上週我國除了一般單日新增 還增加了所謂的校正回歸 這個神奇的數字 加上疫情的發展一定都是由波狀的曲線 所以台灣的疫情 本週就產生了雙重的天花板 來承受疫情的波段來襲 有波段就會有高低 馬來西亞也是如此 馬來西亞之所以會有一波新的高峰 主要還是因為開災節 所以這個部分就產生了變數 但是這個變數加進來 會不會導致馬來西亞的疫情失控 老師必須要說一下 風值突破了天花板問題是不大的 問題是在哪裡是比較需要擔心的呢 目前老師還論不清楚馬來西亞這一次從印度撤僑回來的 有沒有攜帶了印度的變種病毒 這個部分是遠比開災節的壓力還要來的大 而現在馬來西亞進行了封城 這裡如果要重新加進去這些多重的變數 那就要看這一週的週日 也就是下週一出來的數字 才能夠看到比較明顯的變化 如果有加進去的印度變種病毒 那麼會下降一點之後繼續往上 但是如果僅僅是因為開災節這個變數 防疫疲勞 那波段他會修正之後繼續往下 所以是說我們還需要再多看一週會比較準 但是以目前的模組來看 目前突破天花板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了 其實是不會 那他天花板會稍微變更一下 因為新的數據都沒有進來 他的天花板會形成在第二個地方 會在8600跟9200的雙重天花板 這裡我們可以看一下變化 疫情老師必須要講一下 他都是必須要以週為單位 每一週他都有變化 為什麼要以週為變化呢 為什麼不是每一天呢 難道是因為老師做週報 所以說我們都以週為變化嗎 當然不是這個原因 他原因是因為新冠病毒的潛伏期 至少都要5到7天 這是至少 所以變化就不需要以週為主 他比較準確 老師這個模組不計算校正回歸 都是以實際的數字為主 就像現在老師從世界衛生組織所獲得的數據 馬來西亞他只有多少例呢 只有6509例 這個是昨天的數字了 所以說按照昨天的數字 也就是週一來講 那往前推7天 有沒有突破7000的天花板 他其實也是沒有的 說每一週每一週會有不同的變化 當然這一週的變化老師預測有點失準 他就沒有降到3000這裡 好那關於台灣的疫情很多人關係 我們稍後再談到 我們現在還是先來進行 我們每一週的世界疫情的金榜排行榜 目前第一名的就是我們的衛冕澤佛托以及諸神的國度印度 印度的數字非常有趣 縱使全世界無論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跟媒體 都發現印度的疫情它是完全沒有好轉的跡象 隨地火化的狀態毫無改變 恒河的屍體不斷的放出來而且漂流 這些都完全沒有改善 但是印度官方的數據還是提出了持續改善的數字 也就是他已經持續了10天以上都是往下的 這個數字來到哪裡呢 目前來到了單日僅有22萬例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說實在的應該全世界包含印度自己的百姓 都不相信印度現在的疫情正在往趨緩的跡象去邁進 因為印度完全不願意再進行第二次的封城 總理莫迪也沒有打算進一步的縮緊防疫措施 完全都是以什麼佛系的防疫 也就是順其自然的方式來進行人類補完計畫 為什麼叫人類補完計畫呢 也就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方式 來進行人類的存活篩選 活下來的你就沒有防疫的問題了 沒活下來的你當然也沒有防疫的問題了 莫迪目前的策略應該就是放任疫情的發展 用印度的高出生率來消化印度現在的高死亡率 印度的莫迪他現在任期還有三年 所以莫迪現在有沒有可能吃了襯托鐵了心 他要把他跟他的黨的未來 堵在沒有病亡的百姓身上 因為你可能過幾點你就忘記了 反正有些問題有錯 那一定錯在誰的身上 絕對在中國身上的錯 這些都是中國為了避免印度要超越中國 所做出來的生化武器 只要認知作戰 戰作得好 那麼就沒有問題了 百姓就不會怪罪他了 各位說對不對 那麼第二名仍然是我們嘉年華之國巴西 巴西的高峰還在單日新增8萬2000這個數字 當然他依舊緩步增加了 所以說過去的複製貼上的問題也獲得了消化 那麼周平均他還是只有在6萬5000上下 所以說就看印度變種病毒 有沒有去滲透到巴西裡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第三名是誰呢 第三名就是阿堪廷 單日新增高峰是39000 周平均也有27000 第四名就是我們神之池的國度 美國 美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降到了23000 周平均約有26000 但老師沒辦法對美國的疫情持續保持著樂觀 畢竟他們剛剛解除了口罩令 很多事他是很難說的 第五名是誰呢 第五名就是哥倫比亞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為16000 這個數字要熬到疫苗來 才有可能改善的空間 第六名是浪漫之都的法國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已經在了12000例的上下 法國這已經改善的非常非常之多了 未來要完全解封 可能在這一季節夏季可能就可以達成的事情 第七名是西班牙 單日新增病例約在11000上下 第八名是伊朗 單日新增病例約為11000上下 但是略低西班牙一點 第九名是歐盟之走德國 本週平均約1萬 但是老師看到最新的這幾天 兩三天的數字 他已經跌到了大概4600的上下 甚至還有更低的3000的 可能下週他可能又在前10名中被除名了 第十名是土耳其高峰他1萬 但是平均他都在8000左右 這個數字隨著氣溫 會穩定了一陣子的發展 可能會慢慢的往下去修正 好以上就是我們本週的疫情金榜前10強 除印度之外 歐美的疫情已經大幅的緩解 接下來美國的疫苗 理論上會先提供給拉丁美洲 而歐洲的疫苗也會趁疫情趨緩的時候 大量的鋪塞施打 今年的秋冬 理論上歐美不會像過去那樣的慘況 而會越來的越好 而現在政治性缺乏疫苗的亞洲 就陷入了重頭戲了 什麼是政治性的缺乏疫苗呢 就是你明明缺疫苗 但是你不敢跟中國還有俄羅斯去購買 因為你怕去得對了美國 但是美國又不肯放疫苗 除非你拿利益來去跟他換 例如韓國南韓 他就拿了半導體來換到了疫苗的生產 美國現在就是代價而估 放出來的臉色是什麼呢 你要疫苗沒問題 你可以來跟我換或是來跟我買 而且你也不能跟別人買 這樣子我就不高興了 加上AZ現在疫苗的生產地方主要是在印度 有60%在印度生產 那麼他現在生產進度也會受到了影響 美國現在自然是說他的手上的籌碼 就是比較多的 但世界各國要拿共品去跟美國去商談 你要不要給我們這些疫苗 因為美國畢竟還有庫存了26億劑的疫苗 這是國際現實 我們不去談對或錯 在歷史與時間的光譜上面 對跟錯 正義與邪惡都不重要 因為所有的行為都得自己承擔的後果 時間跟歷史只負責記錄以及消滅所有的存在 就像古波斯有一個俗言 講什麼呢 雙手在強壯 你沒辦法擋住河流的奔襲 雙腳在強大 你也無法撼動了大地 任何的愛怨情仇悲歡離合 都可以被時間所消滅 就像什麼呢 老師舉個例來說明 就像我們第一次人生經歷的失戀 那簡直是天崩地裂 但是過了20年 那個畫面回想起來都覺得很有趣 不是嗎 好看完了前世強 我們來慣性一下其他的國家 尼泊爾單日形成8400例 但是這個數字雖然不一定完全準 但是目前看到尼泊爾政府 還是有在努力進行防疫 他們政府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麼俄羅斯現在單日形成約8800例 當然它是數字有高有低 這個數字停留太久 當然也會有點想法是 會不會有可能有印度變種病毒進入了俄羅斯呢 但是就是進入俄羅斯啊 其實要考量到俄羅斯的現狀 因為他們的土地實在是面積太大了 人口的分散也是非常的廣大 所以說就算印度變種病毒進去 它可能影響的可能也不會影響太多 然後這個是有一個變數存在 而馬來西亞呢 最新的病例是7289 這我們剛剛提過了需要再觀察一週 印尼現在是單日新增5900例 也需要再觀察 因為它離印度比較近一點 伊士之國的意大利 單日新增約5000 楓越之國的加拿大約3400例 隨著氣溫的變化以及疫苗的入手啊 加拿大在數字啊 它在這一季應該會有改善蠻多的情況 而到我們的亞洲核之國的日本 在本週平均啊 單日平均大概是4800到5200之間 它並沒有達到了9000這個天花板 現在就等什麼 就等奧運的舉辦所帶來的變數 會不會又來一波新的高潮 因為奧運它是世界各地 選手來自世界各地 同樣的病毒也會來自於世界各地 所以日本疫情啊要獲得解決 基本上要看奧運結束後的一個月後的狀況 這個是比較能夠去衡量 日本會不會結束這個疫情 而比較需要注意的國家其實是南非 因為南非啊 它的病例數字是有往上走的趨勢 本來在1000以下 現在往上飆升了將近3000的單日新增病例 這個數字啊 有沒有可能有一些是來自於新的印度變種病毒 而這個南非變種病毒 如果融合了之後 會不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不知道 老師不是病理學專家 但是呢 我們必須要去觀察一下 而亞洲境期間的台灣 單日新增595例 南韓516例 我們台灣地區啊一直很想贏韓國啊 這個是一個情節對不對 這下好了對不對 除了我們的晶圓半導體之外 我們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啊 也贏韓國了 雖然我們在我們的人口啊 只有人家的一半不到 但是我們也是剩他了嘛對不對 而新加坡36例 澳洲10例 大部分都已經獲得很好的改善 那麼以上這些數字啊都是來自於世界衛生組織所公告的數字 而世界衛生組織所公告的數字啊 他從來不管你什麼校正回歸 單日統計出來是多少 他就公佈的多少 全世界目前除了特殊事件啊 大部分都沒有去搞什麼校正回歸的 而全世界在處理疫情啊 每天都是幾千幾萬的 單英國家幾千幾萬的在處理 那麼他們還是盡量的去消化 而我們偉大的政府啊 超前部署了一年 單日超過100例啊 我們就發生了塞車 這個是蠻特別的狀況 而在這種超前部署之下 疫情只要再提升一倍 單日沒有破千 我們國家的醫療體系就會崩潰 但是啊 我們政府啊 還在把心力放在拉科打猴 又爆出了所謂認知作戰的反串被揭發 這老師啊 必須要聲明一下自己的立場 老師是一個大耳朵老百姓 也不能說什麼 那在公開的頻道場合上啊 我們也只能選擇支持我們的政府 畢竟啊 這個是一個 怎麼講 這是一個 對外我們要大家團結一次啊 這是一個想法 只是私底下 比如說跟金老師在聊天的時候啊 還是免不得有一點維持啊 什麼維持呢 就是 老師什麼都沒說啊 各位同胞 尤其是雙北的同胞 請務必配合中央政府的指揮 我們做好防疫 我們努力撐過這個階段吧 而至於萬惡的中國共產黨 所竊佔的中國大陸淪陷區 什麼狀況呢 目前中國沒有零星的病情產生 但是很快就被撲滅了 因為他們已經非常有經驗了 而中國在疫苗施打的普及度達到了多少呢 單日最高達到了1100萬的施打數字 這跟我們前兩個月所預測的其實是差不多的 之前老師預測大概每一天大概700到1000萬 而目前回報給世界衛生組織的數字呢 就是全中國已經有將近6億的百姓 施打過了疫苗 這已經是全世界 施打疫苗最多的國家 而輪陷期的百姓啊 雖然你們吃不到茶葉蛋跟榨菜 但是啊疫苗還是可以喝個幾毫升的 對不對 好以上就是我們本週的疫情週報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陳老師 我們下次見